就说到了善于物的果报的根源 我们今天所受的 从思想上来讲果报啊 果必有因 因善果就善 因不善果就不善 众善因得善果 造卧业必定有卧报 佛哉业报差别经 说明有慎种不善的业 得丑陋的果报啊 我们如果今天得这个果报 想一想看 还有没有这个习气 因为过去生中造的这个物业 得的现在的果报 往往还有余习 如果这个残余的习气还在 不能把它改掉 转业就困难了 这个是种不善的业 青年法师 揭露在诸节里面 在三十亲命 第二行呢 第一个 喜欢发脾气 喜欢发脾气 决定不是好死 不但呢 你发脾气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像不好看啊 发脾气也伤身体 伤身体带来的疾病啊 你身体多病吧 请你想想 发脾气的个像 好不好看 这才晓得 愁陋疾病的来源啊 第二个是嫌恨 心里常常怀着 嫌弃别人 愈恨 愈恨天诱人 这个情绪也伤身体 所以你要想身体健康 这十种啊 用现在的话来讲 叫病毒啊 心里像的病毒 人家为什么像好啊 长生欢喜心嘛 那欢喜的时候 都像好看啊 发脾气像不好看啊 那个转业 就从这里转 这是佛讲的 这是或情或礼啊 我们仔细 冷静 想想 这佛讲的有道理啊 第三章呢 是欺骗别人 迷惑别人 这不善意 第四种啊 喜欢让众生生残恼 啊 扰乱乱别人 让别人身心不安 第五种啊 不孝顺父母 第六个 是不敬 圣贤 圣贤 圣贤人 对于社会 有大利益了 这些人 在这个社会上啊 他的道德 他的学问 他的行持 都是这一个地区大众的好榜样 确确实实 他能够教化这一方 对这一方的 风俗人情 起 潜移默化的作用 圣贤人 绝不是要求别人尊重他 不是啊 如果有 喜求别人 恭敬恭养 那是邪道 绝不是 行事 那是欺骗人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尊敬他呢 尊敬他 目的 是劝导社会大众向他学习 是这么个意思 我们学佛 为什么要尊敬佛 佛绝对没有设施 你们一定要尊敬我们 没这个 你到哪里去看到佛经周朔 我们敬佛 帮助佛 弘发力散 帮助佛 接引大众 社会大众 不知道佛的好处 不知道佛的功德 但是他从我们尊敬当中 他见到了 我们自己本身在社会上表现的就是善心善仁 善心善仁 尊敬的那个人 哦 那个人一定是好人 大家愿意亲近好人吗 愿意向好人学习吗 我们尊敬 目的在此地 所以见到佛像呢 我们顶礼 那个不知道佛法的人一定要问 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恭敬 为什么对他要礼拜 你就把这些道理说出来 这是他的明了 那么由此可知 也是属于表演啊 表演给这些 没觉悟的众生看 让他们来救 佛法是思道 思道 是建立在 敬这个字的基础上 所以应光法是讲的好啊 一分沉静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 得十分利益 我们学习 得利益多少 说老实话 不在外面 在自己的沉静之心 你有几分沉静心 你的几分利益 你没有沉静心 天天跟在佛的旁边 也不得利益 这是真的 当年佛陀在世 提破大多 常在佛身边 六群比丘 也常在佛身边 为什么不得利益 没有尊静心 他们夜幕当中 看佛 也是平常人 跟我差不多 所以 在佛的身边 不得利益 如果有真诚 不在佛边 也得利益 为什么呢 一交风险 佛所说的 他真正做到啊